郭善妮 謝雪森的日出席一個寵物活動 至少愛自養寵物的Sonia 直認對動物醫生很有興趣 見到牠們一點都不協償 感覺相當親切 她也有解釋為何這次不帶貓貓出席活動 我今天沒有 因為我自己正在養兩隻貓 都還未是Dr. Pat 所以沒見過大場面 所以怕牠們害怕 所以就沒有帶了 另外也知道 你不想怎樣養一隻狗 是啊 其實我人生到現在 我養過六隻狗 由我小時候開始 家裡也有養狗 養了六隻狗 四隻貓 現在剩下兩隻貓 是很傷心的 因為牠是家人 你完全把牠當作自己家人 看著牠病 看著牠要走那一刻 真的很難受 我一說起那些頭皮發麻 我去年就 走了一隻 當時也背不了牠 因為我剛剛去了加拿大 牠突然間病發 之前一直都沒事 突然間病發 很短時間就走了 所以 對 疫情放寬工作機會增加 Sonia就透露 接下來的工作安排和工作種類 接下來會是客串 客串港台的一個 我們的畢業禮 就快要開工了 差不多 有啊有啊有啊 因為牠經常都會找我 有些東西要客串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想這麼辛苦 這樣 那他就 那些客串角色 他會找我做 深精這次有帶來兩隻愛犬 參與活動 原來牠早就有打算培養愛犬 做動物醫生 是啊其實那時候曾經是說要考的了 但是呢 我又拍戲 醫生就要離開香港 到牠回來 我就一路忙 但是我沒有放棄 我讓牠們做義工狗 一路都是去探訪長者 小朋友 和那些獨居長者 一路做到現在的了 其實呢 就可能會 除了國內 那也都是 去其他地方 就是澳洲那些 就是 其實過年前在談的了 不過都要看那個疫情是怎樣 是不是 那麼穩定些就好了 大家都好 因為在三藩市 羅省啊 紐約很多戲謎 大家都好想見面 好似朋友一樣 我去登台 他們就會好開心